说到防疫来看到高端疫苗通过专家审查 证实效力媲美莫德纳以及BNT疫苗 不过媒体人赵绍康依然质疑高端的效力 没做三期怎么可以通过审查 还要求公布专家14人名单 对此立委无似痛批赵绍康少带风向了 王毕社也澄清高端有做三期的报告 而至于外界质疑中央审查审诉 对此卫福部长薛瑞元就回击说 快也被骂 慢也被骂 高端通过专家审查14比0一致证实有效力 只是在野党不满持续抨击 媒体人赵绍康更是质疑高端没做三期试验 到底如何通过审查 应该公布一下这14个委员到底是谁 让大家知道 让这个历史去骂他们 民进党都是讲什么开大门走大陆 一切都可以公开吗 你这为什么不公开呢 赵绍康在脸书抛出的对于高端保护效力的专家会议的许多质疑 完全都是抹黑 完全都是带风向 委员名单大概不会公布完 网络的搜索这个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所以名单一公布了我们会怕是会造成对委员跟他家人的一些骚扰 指挥中心也澄清绝大部分专家不同意曝光 因此只会公布会议内容 但强调高端有做WHO三期试验 目前资料还在分析中 只是高端上月底补交报告 11月3号就审查完毕 速度之快被质疑有选举考量 薛热源回栓审查速度快或慢都有人念 至于台北市长柯文哲表示 高端是个不好的标志 王碧晨听了这么回应 因为高端是单价疫苗 往后中央将不再有购买计划 目前全台只剩下40万计的高端 11月16号就介效 但高端真实效力直逼莫德纳和BNT 已经有数据和专家背书 有心人士再怎么操作 终究只是沦为政治口水 明镜新闻理事长庄博华 刘宇启台北报道